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次看到张哲瀚敷面膜的自拍照 立马想去敷个面膜 追星使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此之前 杨子就证实过张哲瀚的精致男孩人设 他说 以前和张哲瀚聚会的时候 所有女孩子都到了 张哲瀚却迟迟不到 就问张哲瀚在干什么 张哲瀚竟然说他是要保养 要敷面膜 明星通告多 护肤时间少 张哲瀚在上节目的时候都贴着面膜 就精致度过高了 其实不难发现 现在不管是男明星还是女明星 戴口罩敷面膜已经不是新鲜事 傍晚没想到 明星连敷面膜时间都这么紧张 可能张哲瀚的紧凑型护肤 就是他一直皮肤状态好的逆诀 你学到了吗 火爆已久的恋爱养成手游 恋语制作人 将拍真人版电视剧的消息 扑禁而走 也发网友热议 不知道哪个公司有这么大的勇气来挑战这个剧本 但是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游戏中 李泽妍 许莫 白启 周席洛 灵骁的选角 大家心中有合适的人选吗 有消息冲 恋语制作人目前正在接触张哲瀚 应该会出演白启一角 适配度还真的可以 在游戏中 白启是四位男主角之一 在恋语是公安总局工作 是一位特警 性格叛逆不羁 却又富有正义感 多次在危险时刻挺身而出 保护女主 白启看似冷漠 一副顺人物尽的样子 但对待爱情很专一 对心爱的人百般呵护 他的爱好有骑摩托兜风 天文 拳击 篮球等 套了张哲瀚这张打篮球的照片和白启的形象瞬间匹配 一秒带入 毫不违和 仿佛他就是白启本人 你觉得张哲瀚和白启匹配度高吗 练语制作人 拍成电视剧 李泽妍才是最难选角的 你心目中的李泽妍是谁呢